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快速開箱一個比便宜 還要便宜的180元美金筆電 這個就是我們的聯想S130 裡面還有安全和保修指南 跟Windows 10 in S mode 告訴你 這個Windows是S mode 如果你要跳出去也是可以 那這個是 如果你要升級到S10的話 你要先接外接硬碟 確保你的記憶體夠 因為這台電腦裡面只有64GB 怕你安裝失敗 聯想還附給你一個45W的變壓器 聯想筆電開機 OK 經過半天的使用之後 我第一個發現的就是 插上電源 怎麼充電這麼快速 聯想附的這45W變壓器還蠻厲害的 短短的在半個小時內 我們就可以充到80幾90幾%的電 下一個我發現的就是 電腦使用一下 鍵盤上面就跟暖氣一樣 一直會有熱氣出來 因為這台電腦 完全沒有留任何的散熱孔洞 所以它的散熱就是從鍵盤 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所以冬天的時候應該還不錯 接下來這個防眩光霧面的螢幕還不錯 它的可視角度 意外的大 就是 都還看得蠻清楚的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對比度 超低 就好像 好像 白內臟是不是 那至於顏色準確的部分 你就放棄吧 這是一個TN面板 這個螢幕的最高亮度我覺得還頗行耶 正常使用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最低亮度呢 超級黑 我超愛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 這是最暗 再亮一集 最暗 亮一集 我覺得差距有點太大了 就是 希望中間階段可以再更多一點 這樣會更棒 但我還發現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WiFi收訊 你只要低於三格的話 它就會顯示沒有網際網路 但其實我還是在連線狀態 只是沒有辦法連接到外部的網路 只要一發生這個問題 不管離WiFi訊號源有多近 它怎麼樣就是連不上 你一定要手動連線才可以恢復 WiFi連線的問題真的很拔辣啊 不知道是軟體還是硬體的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是它底下的橡膠腳墊 有點太裡面了 如果往前一點 可能還會比較好 你只要放在一個平面的地上 你只要輕輕的 壓一下 你整台電腦就會微微的晃動 還有這個螢幕在開合的時候會發生奇怪的聲音 好像我快要把這個螢幕折斷的感覺 下一個問題就是電腦的邊緣非常的尖銳 你在打字的時候啊 很刮手 你在單手這樣子拿的時候 也很刮手 這就是一個重外表 而不注重實用性的設計 接著我覺得這台筆電的喇叭聲音還不錯 至少不會有尖銳的聲音 那聲音的大小聲就普普通通 至少放到最大聲不會破音 接著來到鍵盤的部分 如果你輕輕按它你會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回饋 但是你正常打字開始 那個反彈力道就會更強一點 鍵盤的整體品質都還不錯 沒有按鍵會晃來晃去 尤其是這個空拍鍵 超級紮實 鍵盤右下角的方向鍵 左側鍵特別大 那上下鍵中間有一個很明顯的凹痕 讓你不用眼睛看就可以輕鬆辨認 鍵盤整體我覺得超級棒 但是右上角這個開機鍵 超級晃 感覺快要解體 不知道是我買到機網 還是 它原本設計就是 這麼晃的開機鍵 接著來到這個小小觸控板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觸控板的按鍵 比較硬 我不太喜歡 但是我爸說你可以試著 輕輕點擊 這樣也是可以 但是我個人偏向於 有回饋感 就是按下去有回饋感 那我網頁瀏覽這樣三分鐘 我就很明顯的手就超酸 像我自己已經有一台iPad Pro 但是完全沒有理由去買一個超級貴的鍵盤 那個鍵盤就已經可以買一台筆電了 而且這個筆電還是跑Windows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一開始買這台筆電 它是給你Windows S版本 那如果你想要切換到正常的家用版 你在一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輕鬆搞定 像這一台聯想S E30筆電 它就是純粹打字 瀏覽個網頁 如果你想要剪片 修圖 你就去看看別台筆電吧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聯想 SE30超級便宜的筆電分享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的東西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